好,那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準備適當文件去面試啦 那什麼叫做適當文件呢? 其實有蠻多的 第一個要有照片 照片是5x5的 那它有一些規定的話 在這邊的部分 那其實你去照的話 你只要跟那個攝影師講說你要簽那個美簽的話 他應該都會知道要怎麼處理這樣子 那除了照片呢,大頭照之外 你還要戴的是護照 那你要注意的是有效日期喔 那全戶的戶籍成本 OK,你要去那個護偵事務所辦理這樣子 OK,就帶身份證一張啊 就跟他說你要全戶的戶籍成本 他就會列印給你的 那一張是20元 OK,那才藝證明 才藝證明應該不用多說的啊 應該都知道去怎麼準備喔 因為申請學校就要這個喔 那i20這個 就這樣 那還有他會告訴你要帶成績單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帶成績單 雖然有時候不會看 那很重要就是收據還有確認單 一定要帶過去喔 其實在這邊都是很重要的啊 那這些就是不能弄丟的 收據就是你繳費的單子啊 就像你剛才有講的Service的那個錢 還有兩張劃播的 那確認單就是你列印出來的兩張單子喔 就是指說那個 預約密碼還有預約時間的單子這樣子 那準備了這些東西呢 你就可以去面試了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 順便看一下他的照片的規定喔 那他照片還有規定要六個月之內的照片 好 好那這邊的話 是那個庫存的頁面齁 就是用scrapbook 所做出那個 說有些筆記這樣子 OK 那這邊的話 他就有些規定就是必需要六個月之內的 然後呢這個你不用看 因為我們是填的是 1.160 然後DS.160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你剛才在填DS.160的部分呢 他就讓你有一個Prototest的地方喔 那就是你 就是你那個數位的照片 那 這個 5x5喔 如果你 你會修改的話呢 在上傳的時候 他最低的是只接受600x600這樣子 最低是600x600 PISO OK 說一下單位齁 OK 那 呃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修改的話 大概就 嗯 就帶一張照片去就好 5x5的 好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 大概是這樣子 一去給人家照的話 應該他都會知道 那必須要是彩色的 OK 哈哈 好 那其實我大頭照有留鬍子 那時候我還蠻擔心的 好應該其實沒有問題喔 因為我看過其實跟鬍子沒有關係 好那就是照片的部分 好那 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單手照片 我們也剛才稀談過了 那 這邊就是 要帶的東西後 護照啊 全國護籍等本 採集證明 來全題 成績單 收據 確認單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 到最後一個地方了 到 台北市 大人去新路 三段 134號 134號 7號這個地方 去面試 這樣子 OK 那這就是 全部的 流程 謝謝大家 如果 我有講 不詳細的地方呢 請大家多包含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去升級喔 不過步驟應該是這樣子喔 那 就這樣子喔 掰掰